欢迎收看投家看台北节目 我是主持人温君 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台北市地联合医院松德院区 虽然是医院却拥有一座疗愈森林哦 森林就森林为什么叫做疗愈森林呢 今天节目就要来为大家揭晓这个生态医院的神秘面纱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台北市新医区区长游竹萍游区长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们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护理长张碧皇张护理长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三位是我们台北市洗流环境绿化基金会组长 李仲元李组长 主持人好 大家各位观众好 欢迎三位来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首先也请我们的护理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松德院区的专业以及他的环境还有经营理念好吗 好我是联合医院的护理长我叫张碧皇那我负责的是青少年日间留院的业务那这个青少年日间留院简称为右翼村那地点是在三院区就是以前的乐界所的地方那因为后来乐界所并入到我们医院所以变成我们医院的一部分那原来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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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 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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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 那是有學籍的 具有高中子學籍 所以我就是在這樣的一個脈絡下工作 我們醫院主要就是提供心理跟精神 衛生方面的服務 然後是在1969年的時候成立的 原來的名稱叫做台北勢力療養院 那麼我們有急診 精神科的急診 還有急性病房、慢性病房 然後還有日間留院 這是我剛剛講的日間留院 然後還有社區的工作坊 那主要服務的病人的診斷 大概有四成是思覺失調症 跟大概25%的情感性精神病 那麼也有包括譬如說憂鬱症 那個焦慮症之類的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宋德院區基本上 世人來說也是 就是它是一個專門在照顧精神病患的一個院區 那大家可能就會有點避諱說 盡量少去這樣的醫院 那院方要怎麼樣把這個精神病的這種污名 然後跟醫院的一些生態來結合 然後營造成就是大家其實不要害怕這個地區 那可以願意來這個地方就診呢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大概在這個 我們跟台北市教育局合作之後呢 有了這個南庭書院嘛 那就有一些錢可以運用 那剛好那時候呢 我去參加一個工作坊 那就是自然體驗 那我覺得那個自然體驗非常好 就是很有那種療癒的效果 所以呢就把它帶回到醫院 那剛好也有錢呢 所以呢就在我們的三院區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原來樂界所那個地方 就是經營這個自然體驗的團體這樣子 然後慢慢的一步一步再把它建構起來這樣子 那自然體驗這個團體呢 它最主要呢 並不是說在教導什麼大自然的知識 而是讓孩子放慢他的腳步 跟他每天生活的土地有一些連結 那去用他們的五官去跟這些植物啊 有更深的接觸 所以我們的孩子呢 在那邊 比如說原來很過動的 在那個大自然裡面 就過動的行為就會比較減少 對然後他們都覺得說 喔原來松德院區這麼漂亮 那沒想到我們住院的地方呢 就是這麼美啦 所以他們後來病人會跟我講說 住在松德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你當初總會觀察到說 這個自然體驗跟他們的病情 會有一些正向的幫助嗎 因為最主要是我自己親身體驗 然後我覺得那個自然體驗對我的幫忙很大 所以我就把他引到醫院來這樣子 然後自己在醫院帶了以後呢 就發現說 對病人也有很大的幫忙 變成一種輔助的治療 我們講的就是綠色照護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個方向好像是可以繼續下去的 然後再加上說 我發現說 我們醫院就是在象山下面 這個象山雖然才183公尺 可是他的生態非常的豐富 那我們醫院就在他下面 所以我們就可以好好的運用這個生態來做治療 這樣子 輔助治療 在這個時候我也發現說 工作人員本身就是 你也要有這樣的能耐 就是接近大自然的能耐 所以後來我又去社區大學上課 然後也去外野保護協會 接受你的訓練 就是本身培養一些能力 才有辦法繼續的經營這一塊這樣子 不過我想請問一下這個護理長 您剛有提到說 松德院區已經成為一個這個生態醫院 那我想請問一下 什麼叫生態醫院 它有什麼樣的條件 那還有您剛提到說 您個人也會去進修嗎 關於了解這個生態這個知識 是不是裡面的護理人員都要具備這樣的知識 我想怎麼樣成為一個生態醫院 一個就是在硬體上面 目前我們醫院的硬體的結構 就是在西流基金會的協助之下 我們有一座生態池 然後一座生態療育花園 然後有兩座的屋頂花園 那最近又有那個松德療育森林 所以在硬體方面是其他業所沒有的 那麼在軟體上面 我們的長官也非常支持 所以就開了很多的課程 有關原液治療方面的課程 那我們最近也跟心力社大做合作 所以就是開了友善農耕的課程 就是請老師直接到醫院來教課 另外其實我們之前也辦過非常多 關於生態療育的研討會 就是普遍的傳遞生態醫院的這些理念 像我們之前辦過 師弟療育的生命故事 還請到那個蔡佳陽老師 他是那個彰化環境聯盟的理事長 他是講那個白海豚 所以原來我們同仁對這個生態 大概侷限在我們院區裡 所以後來聽了那個白海豚的故事以後 我們大概有20個同仁就任養白海豚運動 然後那個時候我記得 後來我也去參加那個生態遊戲 那時候我記得我53歲 第一次很有意思的去參加遊戲 所以就是從硬體、軟體 還有政策方面這樣子來進行 那主要就是可以利用我們在地的生態資源 然後做永續經營的一個行動這樣子 所以你們剛剛有提到說這個硬體的部分 是有賴於這個洗柳環境綠化基金會 一起來合作 那可以講一下當初怎麼會 邀請這個基金會一起來合作 那之後他們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最剛開始我記得是在2010年 就是我們弄完生態資之後 就是旁邊那個舊棟的建築 就是漏水 那原來我覺得那個地方很棒 就是可以跟蛇玩 還有看到小鳥 因為很破舊然後漏水 但是後來那時候我的指導教授就說 你那個生態史弄得那麼漂亮 可是旁邊的那個建築那麼藏屋納垢 以它的眼光就是藏屋納垢 那誰會趕來這個地方 所以後來就找了洗柳基金會幫忙 就是把那個地方建築打掉 然後變成一個生態療育花園 那麼洗柳在那邊幫我們種了很多 台灣原生種樹木 那我們也照顧得很好 都養活了 所以洗柳基金會這邊 當初接觸到院區的景觀的時候 跟它的地區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 可以來改造這個松德院區 就像剛剛護理長講的一樣 那個地點很特殊 它在三角下 然後它的作用又是精神病患的這些照料 所以我們那時候很直接的就想到說 利用環境的特色 然後讓那些精神病患有一個比較好 舒緩環境 舒緩心靈的一個地方 所以就利用這個方式來做一些特色的創造 那當初跟護理長一起去看那個地點的時候 第一年我記得是98年 98年那個時候是後花園跟生態池的部分 那個時候我們去看了以後 覺得那個地方是的確需要做整理 因為太荒涼沒有人可以進去的地方 其實你沒有辦法讓人進去 沒有辦法體驗到或者是得到那種心理的造物 所以還是要經過一點整理 就是一個很荒廢的地方 所以那個地方我們就稍微做了一些整理 其實我們整理的東西 大致上都是照原來的生態上的一些需求去做整理 那因為院方他其實長期剛剛提到 他們對這個部分有些知識有些認得 所以他們後續的整理就比較能夠持續下去 然後他們整理的非常好 所以他們那個地方目前經營的非常好 裡面的一些特色包括生物跟植物的特色 在裡面都能夠呈現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覺得蠻欣慰的 那後來就是接下來就是兩個屋頂花園的部分 那個也是因為在院區裡頭其實 比較不自然的地方就是屋頂 可以看得到屋頂都是一片荒芜 就是等於都是損移地 然後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經過他們約約有做防水的處理 做完了以後我們就覺得說這個上面不妨把它弄成自然一點 所以就把那兩個物體分成兩年 一個是99年一個是100年 分成兩年一個在6樓一個在7樓 做了兩個不同的一個形態的一個花園 那第一座花園其實在做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還認為那個地方應該做一個比較景觀性的 就是比較不是生產性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用了一些比較景觀性的東西在那邊做處理 可是也做了一些坡道 那些讓那個殘障人士很容易進去 因為7樓那個地方是第二年做 7樓那個地方其實比較難做坡道 因為它有一個蠻高的一個台子在那邊 很難讓輪椅可以進去 那6樓是可以做到 所以6樓就做了這個部分 那可是後來他們因為過了幾年之後 他們的經營其實把它變成一個有生產性的農場在裡面 其實我們覺得也蠻好的 因為那個其實蠻符合院區的一個需求 那我們既有的設施它經過一點整理 就本來有一些生產性在裡面出現這樣子 好 謝謝組長的分享喔 那剛剛提到這個在醫院6樓7樓有設置這個屋頂花園 我們有先前採訪的一段影片 一起來看一下 松南院區長期與席柳環境綠化基金會合作 在院區建置生態池 生態療癒花園 兩座屋頂花園以及台灣所有樹區等等 讓病友進行自然體驗 園醫治療以及友善農官的綠色照護環境 藉此幫助病患輔助治療 那我們本身也是一個精神醫療跟心理衛生的專業院區 所以原先我們在院區裡面的花園 就是為了要病人有療癒的作用 所以我們有松伯花園 有長青花園 為了我們精湛的病友還有失智老人病友所設立 那由員工跟病友一起來跟種這個花園 為了讓病患走出病房 醫院將六七樓打造成菜園 讓病友種植蔬菜 透過照顧以及學習運動身體 同時也與其他人互動交流 學習種菜知識 還能將蔬菜轉賣給院方達成成就感 他們栽種出來的成果可以賣給我們的員工 那這樣的錢進到職能復健金之後呢 他們其實可以得到一些工作金 所以對他們來講也很有成就感 因為他們會覺得他們自己有能力可以賺錢 那他們在從事的過程 他們會覺得他們心靈很安靜 那雖然有時候種菜的過程有點辛苦 可是他們覺得很值得很願意一直在參加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園藝治療裡面 給我們個案在成長上跟症狀的穩定上 都有很大的幫忙 望向101這裡的風景可以說是十分漂亮 同時餐園也經過設計 成為一處綠美化的休閒場地 除了病友們 醫院員工也透過種植水果蔬菜 達到身心舒緩的目的 同時與病友有更好的互動關係 得以藉此達成輔助治療的效用 期盼田園城市的政策也能結合醫療 讓更多人感受到耕種的樂趣與療癒 靠完是不是覺得花園經營得非常棒呢 不僅有各種菜類花類 還透過擺放設計 讓室外的風景可以更為美觀 也提供一個休閒娛樂的場所 我們請基金會理組長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這兩座花園的設計概念好嗎 這兩個其實因為它的位置正好在象山的鼻子的旁邊 所以它的四周都是很自然的地方 可是因為院方蠻擔心 如果有病患或者是有院生出來的話 旁邊可能會有一些危險 所以它把旁邊都加高了 圍牆都加高了 然後也用了一些看上去比較不自然的東西 所以後來他們在 圍籬之類的東西 可以剛剛在那個影片上有看到 可是事實上那個圍籬 後來他們就用火龍果在上面種 我覺得也蠻好的 因為那個火龍果也有生產性 然後又可以跟那個圍籬其實還蠻搭的 因為火龍果有點刺 那個還蠻搭的 那有點防禦性 就是人家會不太願意接近那個地方 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另外就是它上面其實 它有一個角度是看101蠻好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們在那個地方設計了一個櫻棚 櫻棚本來上面是我們是種了百香果 後來他們那個百香果沒有長得很好 後來就換了別的東西 事實上那個百香果如果說有收成的話 在那邊夏天的時候可以喝一喝百香果的汁 或者是看看101 晚上那個風景還蠻漂亮的 另外就是底下的部分 我們用了它既有的一些通風館 那些東西我們把它四周做了一些整理 也種了一些植物 那包括後來他們就用種菜的居多 那旁邊有些木平台的部分 木平台的部分其實就是讓大家有興趣到那邊去做一做 也可以坐下來休息 喝點東西聊聊天 所以那邊旁邊有些木平台在那邊出現 還有一些座椅這樣子 整個就是佈置的比較 因為自然的環境在周圍 所以佈置的比較休閒一點 感覺上是這樣子 所以提到這個屋頂花園其實就是 柯P市長他的一個田園城市的這樣的概念 那區長在我們這個里區之間其實有發現到 很多里長也在做這樣子的田園城市的一個概念 那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區內有哪些就是這樣的環境 好我想那個市長他對於田園城市的這個政策 非常的推動 那我們信義區呢很多的這個社區呢 也開始發現這種田園樂 所以包括我們自己區公所的屋頂 其實當初也是席流基金會幫我們設置的綠屋頂 那我們的志工呢就在上面呢也種種菜 然後呢最近呢我們還跟這個信義社大 一起推動這個城市養風 那信義社大的這個蔡老師 嘗試的在我們區公所的樓頂呢種了這個 養殖的這個台灣風 那也讓大家對於這個城市養風有一個更新一層的認識 那在信義區的部分呢 因為生態其實是我們還蠻重視的一個環節 所以除了時尚的元素之外呢 我們對於在地的這個生態也很在意 那剛剛提到的我們的副台裡 他本身就有一個副台農園 那那個農園呢也是跟社大的老師 還有席流這邊合作 那找當地的志工 大家一起來種植這些蔬果 那除了這些植物之外呢 最近呢里長還跟我分享 因為他附近有一些小朋友是兒福中心的 那特別呢也邀請師生一起來 在蘿蔔收成的時候大家一起拔蘿蔔 那很多的孩子透過這樣子的過程當中 跟社區的這個居民有很好的互動 那居民們呢平常每天沒事就去農園看一看 互相交流一下 欸肥料要怎麼處理啦 那種的好不好啦 那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其實可以更促進這個林裡的一個互動 那除了副台之外 我們的這個惠安禮 透過參與師預算 我們去年呢也建置了一個屋頂花園 那這個屋頂農場花園的部分呢 有這個譬如說像那個薄荷葉 那薄荷葉的部分可能就可以泡飲料 那重點是呢也養了非常非常多的這個菜 那那一天我去的時候呢 里長還特別跟我分享 那個不同的菜那個被蟲咬的過程不太一樣 然後呢他們還自己去弄那個辣椒水 因為是自己要養的嘛 所以呢都沒有噴農藥 那怎麼樣去這個收成 然後每一個菜被蟲咬的狀況不太一樣 那那些過程裡面你可以看得到 這些社區的長者他們的成就感 那在分享這些種植過程當中呢 其實也同時推動了我們新義區的一個綠化 好對謝謝我們區長的分享 然後還有院方跟基金會分享這個屋頂花園 然後這些成果其實都可以看得出 在輔助治療上面有很很大的 可以放鬆身心的壓力 那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區長也是非常支持這個社區 有這樣的休閒空間 那因為院區本身就坐落在這個 新義區景點那個象山的山腳下 那我們下段節目繼續來為你說明 醫院有結合了這個象山生態風景 然後有在院區後面打造了一處療癒森林 先休息一下 大家好,我是謝仲瑋律師 民眾可能都以為洗錢不干我的事是電影裡的戲 但事實上,如果台灣的洗錢防治工作做不好 變成了犯罪者的天堂 造成詐欺、貪污、襲襟更加煩濫 也會喪失國際競爭力 甚至影響貿易金流的通暢 未來,請您支持洗錢防治措施 讓金流透明給世界好評 以上由行政院洗錢防治辦公室提供 現在到銀行開戶都會被問很多問題 花好多時間喔 因為銀行要進行客戶審查 蛤,為什麼要審查 因為有很多不法分子 會利用銀行的人頭照護洗錢呢 為了保護民眾避免被犯罪組織利用 所以政府規定銀行有審查客戶的責任 扮演好守門員的角色 才能有效降低洗錢犯罪的問題喔 以上廣告由行政院洗錢防治辦公室提供 歡迎回來投家看台北節目現場 接下來我們來為各位觀眾朋友介紹 整座醫院其實出出可見這個綠色植物喔 那其實從門口就有一個非常特別的 台灣稀有的植物對不對 對,台灣特有種喔 就是台灣縮樓樹喔 那其實我剛開始也不認識他喔 就是有一天呢 我的同事打電話給我說 欸張病王啊 有五個人說要來我們醫院看很特別的樹啊 你知不知道在哪裡這樣 我說我也不知道耶 那後來他們才跟我講說 就是我們大門口那 那時候是四棵,那四棵大樹 那後來呢我就,因為我是荒野的解說員嘛 我就問那個荒野的很多老師啊 結果沒有人知道是什麼樹這樣子 所以後來呢就問到一個植物學的博士 他就跟我講說,現在這個很稀有了 就是台灣縮樓樹這樣子 那後來呢又發現說他本來只有四棵 後來又發現怎麼有一棵小寶寶出來 那所以就可見說 他是會,就是會自己會有種子 讓他自己成長 只是因為我們現在那個 都把他的那個腹地啊都拿了蓋房子 所以他們就變成稀有種這樣子 那台灣縮樓樹呢 他除了跟一般的樹木一樣 他可以提供我們氧氣之外呢 他的樹影很大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好的檢觀樹 那我在想說我們的信義區的區樹啊 有沒有可能以後啊 黑板樹死掉的時候 全部改成台灣縮樓樹 那另外呢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蜜圓植物 他開花的時候呢 大概是在清明節的時候嘛 那花期兩個禮拜 那白色的花 然後香氣非常的濃郁 大概在100公尺以內 你都可以聞得到他的香氣 然後有非常多的蜜蜂蝴蝶 你數不清的 就在那邊採花粉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要看那個蜜蜂的花粉籃 長的什麼樣子 就那個時候去看 就一定看得到 所以獲理長剛剛提到說 門口這個四棵梢螺樹 其實也是就醫的一些病患 他們的小確幸 可以不用到那個低海拔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來台北看到 那其實從門口在經過院區 到後花園這個部分 是不是有很多的植物 可以來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呢 像我們從那個松德醫院這邊 為什麼叫它生臺醫院 因為它就在象山旁邊 那旁邊呢 我們大地處做了一個很棒的象山步道 從剛剛梭羅牧的那個地方開始走 沿路上去呢 大家就會看到它旁邊有很多的裝飾 其實是有關於象這個意象的 好 因為我們信義區有四壽山 虎豹 獅象 那其中象山呢 其實是非常容易攀爬的一個區域 那這個象山步道呢 這個大地處在旁邊 就做了很多象的裝飾 那各位觀眾朋友去現場走的時候 就會看到它那個地方 每一個都做成大象的樣子 那其實它是在防坡 那個坍塌的一個固定的裝 那在往上一直走的時候 那個部分呢 他們還特別的找了這個馬蘭的腳印 然後做了這個大象生態的一個介紹 那沿路上呢 有很多的一個生態的一個說明 那在最上面呢 我們有煙火平台 到時候呢 我們也會跟這個在3月17號的時候 跟我們的松德院區這邊一起 還有這個溪流 一起合辦一個親子漫遊的活動 大家呢可以到這個現場 去看一下我們的松德療育森林之外 也可以爬爬步道 那這個步道爬到最頂峰的地方呢 有一個這個 本來我們是要在那個 那個煙火平台那邊發兌換券 然後兌換券之後可以換這個宣導品 但是昨天走過去之後就發現說 旁邊剛好有一個涼亭 叫永春剛的這個涼亭 永春亭那邊 那大家可以在那邊兌換 那永春亭也做了一個很可愛的設計 因為大象嘛 我們傳統上有一個象棋 那很多人爬山了之後會想要休息 那有時候呢 會在這邊下下象棋 那他就做了這樣子一個設計 那另外還有大象帶小象的一個圖騰 也歡迎大家到時候親子一起來 所以你剛剛提到這個象森步道 其實也是連結院區 那有非常多的藝術裝置 可以讓大家來細細觀賞一下 那我們在醫院其實也有一個生態池 還有關於一個就是蝴蝶谷的 就是因為很多蝴蝶都會來這邊嘛 那你可以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這個地方嗎 好 其實要在醫院裡面營造生態池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為醫院講究病人的安全 所以當初要弄生態池的時候 其實是 就是歷經了一段困難 但是後來就是從比較容易的地方開始做這樣子 那比較重要的就是說還是要顧慮到病人的安全 所以我們那個生態池水深大概只有60公分 就是盼病人就是跌倒或者是去那邊自殺之類的 那第二個就是醫院非常的注重感控的問題 感染控制的問題不能有蚊子不能有積水 所以就是要常常清理就是保持那個水的流動性 那第三個就是怎麼樣能夠永續 就是要把這個生態池就是維護它的這個工作呢 納入這個精神病人的復健計劃裡面 讓病人可以參與這樣才能夠永續的經營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這個生態池的建造跟爭取 其實也是有一段辛苦的過程 聽說也是我們護理長非常努力的爭取而來的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當初我們就是我知道有剩下大概100萬的經費 然後院長有說要可以弄生態池這樣 但是我們的主管會有很多的擔心 因為他怕病人就是會去自殺這樣子 所以後來就是經過一些溝通以後 主任總委同意說讓我們做這個生態池這樣子 所以目前這個生態池可以說是經營友方 那它目前可以讓觀眾朋友可能到那邊 可以看到什麼樣的生態或是什麼樣的一些植物啊 或者甚至是一些動物之類的 這個地方目前有很多的台灣原生種的植物 像水柳啊 大安水水縮衣之類的 那這些台灣原生種的水生植物呢 都是當初那個集集特有生物中心的一個副主任 因為當初我在弄生態池的時候呢 有去拜訪過它 那它給我非常多的指導 然後也給我很多的植物 所以我就把這些植物呢 就帶到我們的生態池這樣子 那目前呢 只有養蓋斑豆魚 就是台灣原生種 為什麼養它呢 因為它會吃蚊子的幼蟲 那其他魚就沒有養 但是我們在維護這個生態池呢 非常困難 就是曾經被 不知道被誰放生過無鍋魚 還有巴西烏龜 對 那被放生無鍋魚的時候就很慘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們就帶著整個幼豫村的小朋友 還有家長啊 老師就一起清理那個生態池 就全部把那個圖啊 魚啊全部撈上來 然後曝曬了一個月以後 再全部把這些魚啊植物再放回去這樣子 那要不然的話 如果無鍋魚下去的話 很快裡面的台灣原生種的植物什麼都會被吃光 所以護理長介紹到說這個生態池 現在保有很多的台灣的原生種的植物嘛 那還有這個蓋斑豆魚 都可以讓觀眾朋友來參觀一下 那剛剛提到說 我們從門口走到後花園 有這麼多象山的意象 那這到這個生態池 那是不是 再走過去有一個療育森林 就是院方跟洗流基金會一起 打造的一個療育森林 這個也可以請我們的基金會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這個療育森林 如果要提的話 可能要先從那個 縮樓木那塊地先講起 因為我們106年爭取了那個 Open Green的一個案子 正好就是改造那個 剛剛講的那個縮樓木的那個棲息地 就是原來的那五顆縮樓木的那個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有一點那個問題 就是它的土壤都硬死了 然後有一顆新生的縮樓木 它其實受限於它的那個植草 非常的小 大概只有25公分寬的一個植草 所以它生長情形並不太好 那我們為了改善那個漆地 就跟那個Open Green申請了一個經費 把那個地方做了一點改善 包括它的鋪面 本來是薄油鋪面 我們把它改成透水性的鋪面 然後那個植草整個拓寬 大概有一米半左右 然後也做了一些那個木座椅可以做休息 那做完了以後 經過那個區長大力的支持 所以我們在去年度的那個參議室預算的時候 曾經有提說 是不是整個信義區的由象山那個捷運站 一直到松德這一帶 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所謂的療育濾境 那中間比較土地比較沒有問題的 就是松德的這個療育森林這塊地 因為它是常年擺在那個地方都沒有什麼樣的使用 本來是準備 應該是準備做一個停車場 所以它有鋪了簡單的薄油 可是因為很久都沒有動 所以那個薄油都長出了那個芒草 大概有一個人高的芒草 然後那個地方就變成芳芋一片 就我剛剛提到 很少人願意進去那個地方 那我們就覺得區長說 這個地方居然有一塊滿完整的一個地方 就很可惜 所以希望能夠爭取相關的經費 所以我們就是在106年的5月份左右 就申請了這個open green的計畫 跟產發局另外一個所謂天然城市計畫 結合了這兩個計畫 我們就打造了這個所謂的療育森林這塊地方 那事實上它的作用是說 它可以聯繫向山跟院區 它變成一個窗口 讓這個院區跟向山跟居民 都能夠在這個地方碰到一起 讓這個所有的往山上走的 那個所謂的登山友跟院區裡面的一些 比如說院民 然後它有一個機會可以在這邊碰在一起 然後這個機會可以讓那個所謂的院民 跟登山友跟這個四周的居民 有個見面的機會 然後可以大家讓他們這個彼此都不太害怕 因為以前很多人想到那個松山 就想到松山療養院 就覺得那個是瘋人院 不太願意到那個地方去 所以我們就藉由這樣一個機會 讓那個瘋人院的門打開了一半 那可是事實上因為要用一個瘋人院 名稱總是不太好聽 所以用一個療育森林這樣一個 然後也可以療育這個一般的病童 也可以把一般的民眾帶進去 然後登山客也可以在裡面 大家都聚在一起 這樣有一個碰面的機會 所以關於這個療育森林 我們先前有採訪一些現場的畫面 一起來看一下 沿著台北市立聯合院松德院區後方走 會看到有一處秘密景點 除了有漂亮的景觀 可以看到101之外 松德院區更打造一處療育森林 擁有各種植物與花草 為什麼說是療育森林呢 因為院方與席柳環境綠化基金會合作 特別為病友設計感官刺激 冥想聆聽等課程 幫助身心舒緩 提升認知 對病友在精神上與心境有所幫助 所以我們也在院區旁邊利用 一些整理也比較不好的 或說本來災植的 並不是很整齊的一些空地 我們來做療育森林 那希望把整個生態體系 提供社區民眾參與 還有一些專業團隊的協助之下 一起來讓松德跟這個社區更加融入 那我覺得未來我們很希望說 其實也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可以讓精神疾病去汙名化 療育森林擁有菜園 提供病友認領區塊種植蔬菜 不僅能夠幫助病友運動 同時也刺激大腦活化身心 同其他病友互相交流 也藉此學習種菜技術 這邊原來是一片荒地 有社區的區別很想把它用來做停車場 那後來我們就想說把它開闢成療育森林 那最主要有分為三區 一個就是感官體驗區 那我這個地方就是冥想靜坐區 那後面就是菜圃 那我們會希望說我們的精神病友 可以來這邊種菜 那這邊就是開放給社區的黎民來種菜 我想信義區一直讓人家有很時尚的感覺 但是信義區因為也有四壽山 所以它的這個生態的資源也相當的豐富 那我們松德醫院呢 因為就位在象山下 所以它的這個生態的部分 院區的統人費了非常多的一個心力 那這一次呢透過參與式預算 我們跟社區的這個居民朋友們一起 把這個松德療育森林建置起來 那把原來這個荒蕪的地方呢 在象山旁建置了一個新的這個療育森林 同時在療育森林旁還有生態池與各種樹木 並有若散布置此可以看到池內的生態 其中包含種植人的故事 還有爭取營造森林的各種機緣 希望未來能夠讓更多人體驗大自然帶來的美好 好 所以這座小小的秘境林處別有一番風景 我們仔細的觀察可以看到許多生物的出沒 那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周遭有沒有什麼樣的生物可以 大家可以來看見呢 這個部分我來補充好了 就是我記得信義區其實是一個還蠻特別的地方 因為它是79年才成立 那大家耳熟能詳的大概就是信義有很棒的百貨商圈 有很多的美食 但是信義區最特別的是 它其實是用步行就可以到山林裡去的 在世界各國其實這樣子的條件的城市並不多 那信義區算得天獨厚 所以在時尚跟生態的部分 其實我們是一個可以一起搭配的一個特殊的區域 那所以我們像剛剛那個組長講的 我們希望從象山捷運站出來之後 大家其實就近就可以爬爬山 那享受一下森林浴 那也做做運動 那也跟社區做互動 那像信義區其實在4月份4月底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那個營火蟲可以看 包括這個象山這邊 我們的這個阿長之前呢 也有帶我們的社區民眾來看一下營火蟲 然後呢在鳳天宮那邊 鳳天宮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是全國第一個通過環境認證教育的宗教團體 那所以呢他們也都會辦一些這個戶外的一些這個生態的活動 包括4月份他們也會辦那個觀賞這個營火蟲的活動 那5月份呢我記得有獨角仙 那我們的這個台北樹啊在這個象山公園的地方呢 其實也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富裕的一個生物 那我們信義區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在推廣這樣的生物 這個生態的活動 包括剛剛講的他希望說 我們的梭羅牧部分 或許未來有沒有可能成為我們的區樹 我們目前的區樹是青甘莉 那我們的區花呢是椰牡丹 那我們的這個區動物呢是大關鳩 那那時候我問信義社大說 那時候在票選的時候 票選了大關鳩 大關鳩在信義區的意思是什麼 那他就跟我說 因為大關鳩是一個很特別的食物頂端的老鷹 那他非常喜歡在這個山林還有人類開發的區域呢 去做這個盤旋 那也必須在生態這個食物鏈上面呢 一個完整的區塊他才能夠生活 所以呢其實也代表信義區兼顧這個時尚 還有兼顧這個生態的一個意境 那我們最近幾年也一直在配合這個社大 在推廣這部分的生態 我們希望呢這個信義可以是一個很 生活很豐富的一個區塊 所以那個信義區這邊有在推廣說 社區可以跟這個田園城市來結合 可以體驗這樣自然的生態風景 那所以希望這樣的田園城市 不僅是讓社區居民可以體驗到耕種的樂趣 那可以感受到背後那種療癒身心的效果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段節目繼續來告訴觀眾 院方與區公所即將舉辦的療癒森林活動 對不起 我真的好好悔 好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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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好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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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不過我聽說這個方法 它把造勢率整個降到0喔 真的 真的 好悔 我們今天就來實測看看 真 來 我們今天就來實測看看 一般人隨性開車門會發生什麼事呢 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以來 無論貿易額 投資額 以及來台人數 都有穩定成長 接下來 我們將以五大旗艦計畫 及三大潛力領域 促進醫療衛生 區域農業 智慧機械 綠能科技等 創新產業合作 開創複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 也為台灣的未來帶來希望 歡迎回到投家看台北的節目現場 接下來我們來繼續談談這座療癒身心的森林與菊花園喔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區長在信義區這邊有辦非常多關於自然生態的一些活動 那是不是即將在三月的時候要舉辦一個跟療癒森林一起來舉辦的活動 是 我們預計在3月17號呢 會歡迎這個社區的朋友們 一起來參加鬆德療癒親子脈遊的活動 那當天呢 我們就是會邀請剛剛社區的這個大家親朋好友一起來 去走走步道 那這個登頂成功的人呢 還可以兌換那個莫彩品這樣子 然後呢 另外我們的現場 我們會邀請我們松德的彩虹和唱團 一起到現場來演唱 那這些朋友們呢 經過這個阿長長期的一個 這個合作之後呢 其實他們可以唱出非常美妙的一個歌聲 那我們也希望呢 社區朋友們可以就近的跟他們互動 那此外呢 剛剛我提到的像我們的富胎 或者是惠安的這些田園城市的好朋友們 也一起可以到現場來這個互相的了解 然後呢 分享一下這個種植的一個樂趣 那現場呢 我們也邀請了 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也邀請大同大學的同學 因為大同大學的同學 他們是多媒體的設計 那他們覺得現在的人喔 其實除了手機之外 對於盆栽這件事情養殖也還蠻重要的 所以他們把它結合出來之後呢 開發了一個APP 到現場呢 會做這個相關的一個互動 那我看過那個設計 就是用AR的技術再結合 指摘的理念呢 然後有點類似像寶可夢這樣 可以就是有點培養啦 抓寶啦 互動 每天提醒大家喔 那個自己養的盆栽要照顧啊 要跟他們多互動等等 那到時候呢 也歡迎大家可以一起來 所以你剛剛有提到說 這個活動 它的路線是什麼樣子的 那可以透過這個路線 讓他們可以觀察到什麼樣的 體驗到怎麼樣的大自然呢 是 我們新義區喔 其實像去年的時候 我們是辦礦坑嘉年華的活動 因為新義區很特別 四壽山這邊有非常豐富的這個生態 所以去年呢 我們結合在地文史 還有太和里的這個德興礦坑 辦了一個礦坑嘉年華的活動 那透過活動呢 做了推廣之後呢 之後如果有團體對於這個部分有興趣 他就跟里長預約 可以去看一下我們先民對於礦坑的一個生活的狀態 然後也可以了解一下在地文史 那這個松德療育森林也是一樣 那這個區塊呢 目前除了松德醫院任養之外 我們也結合在地的松油里 松油里的里民呢 也有任養一個區塊 來去做這個相關的一個園藝的工作 那到時候如果說在當天開放之後 大家對於這個地方有興趣 除了一般的散客 他可以去登山之外 那如果團體的話我們也歡迎跟我們聯絡 那我們可以去做一些交流跟參訪 因為呢這個區域要做維護 要先跟大家報告 雖然叫做松德療育森林 但是因為開始漲沒有那麼快 所以到現場去的時候才還看不到森林 象山裡面是有森林啊 但是就是說現場看到都還是樹苗 因為開始在種 那但是呢我們透過這個長時間的努力呢 我們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慢慢的把這樣子的一個 生態的觀念升職自己的生活 那當天來的時候 如果說之後還有這個團客想要一起做一個交流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聯絡 那我們跟松德這邊可以去做一些帶領的參訪 那把這些理念跟經營的部分可以做交流 就如同剛剛那個阿長講的 其實那時候阿長有在說他們在經營生態池的時候 然後在清理的過程當中就發生了一個小小的水質的一個故事 那時候因為在清理的時候就發現有水質 所以他就很害怕他的同仁呢 這個水質會受到傷害 那查了很多很多的資料呢 後來才發現沒事 可是他也擔心受怕一兩個月喔 那我想這個其實在過程當中真的就是付出心力 然後他對於他周包的環境有關心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是社區最珍貴的一個在地經營的理念 那我們希望大家住在信義區 可以感受到信義區這些生態的美好 那大家也可以更加的珍惜 在登山的時候呢 隨時注意自己身邊的一草一木 然後維護好最棒的環境 所以到時候是不是也會開放這個療癒森 那療癒森裡面有一些田園 或者是一些花園 可以讓社區居民 然後跟這些病友一起來互動對不對 對 就是說我們透過這樣子的活動呢 讓大家更親近 然後有機會可以互相的了解 那當天呢 除了剛剛講的大同大學之外 我們大概也會擺設一些比較植栽的 我們邀請了大地處還有公園處還有產發局 另外還有一些胖卡美食也會到現場 那也歡迎大家來一起享用 所以講到這個療癒森林啊 其實組長在這方面就是有很多的研究 那也就是稍微設計了一下這個地方 那可以跟我們講一下說 關於這個洗柳基金會 那我們平常是在做一些綠化環境的維護嗎 其實我們做相關綠化的工作 我們大概一直都在做 成立了二十幾年 將近三十年 那我們整個基金會的組織 業務的部分大概有景觀組跟技術組兩個部分 那我們同事的工作就包括環境的教育 綠化的推廣 然後綠化事業的一些調查跟研究 然後技術的一些顧問服務 再來就是工程跟景觀的規劃設計 再來就是資材的研究改進跟生產管理 最後就是政府委託的一些立化工作 那剛剛所提到的那個療癒森林這個部分 其實是我們跟院區主動爭取政府部分的一些計畫 然後我們來協力合作做出來 那這個部分裡面的內容呢 其實都是配合院方的需求 因為它有療癒的需求 所以那時候我們也請教了院方的精神科老醫生 他有建議做了一個所謂的沉思 冥想沉思的一個地方 那另外就是五感體驗這個部分 其實大概是非常多的療癒的一個功能 都在這邊產生 因為它是可以從你的管管裡面去增加你的感受力 這個部分其實是非常多的公園都有做這樣的一個設計 那這個案子比較特殊的地方就是 因為我們有增加了一個所謂的生產部分 就是跟產發局爭取的那個所謂的農園的部分 那這個農園的部分就可以讓剛剛提到的那個社區的民眾 跟院區的民眾在那邊 因為他常常要去那邊做農作 所以他會有一些接觸的機會 那他們彼此之間就會慢慢熟認起來 彼此不會覺得害怕 慢慢就可以把這個地方帶起來 那這個部分其實也是這個案子比較特殊的地方 那後續呢可能就是希望接下來 剛剛有提到可能跟那個生態部分 包括一些剛剛有提到密封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生物 包括這些東西如果能夠再引進到這個環境裡頭來 所以不只是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跟生物的關係也可以做更密切的接觸 這樣子 大致上的想法是以這個出發點 那因為去年的那個整個過程其實是蠻艱辛的 所以其實我們到現在為止建置的其實還不完整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後續能夠繼續往下繼續進行下去 所以關於這個療癒森林也是基金會的一個作品一部分 那可以再跟我們講一下說 那在台北市基金會會有什麼樣的努力 或是他有跟哪一些單位合作 然後一起來幫大家來綠化這個環境呢 我們跟相關的社區 所以早年我們跟那個產發局的前身就是所謂的建設局 我們有合作過社區綠美化 那個時候那我們跟學校有合作過校園綠美化 然後也跟這個公園處有合作過非常多的綠美化的工作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合作的單位還算蠻多的 包括一些中央單位 中央銀行啦 聖和之旅連總統府我們以前也都協助合作過 那合作的單位算是多 可是因為我們的經費有限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是利用我們自己的專業跟相關單位合作 然後看能不能把它做比較更深入一點更完整一點 那前幾年我們曾經推過那個綠屋頂 那時候就是有好幾個案子 包括區公所會安 那個松德 那甚至於有台北市很有名的一個建坦 建坦裡的那個那邊 我們也幫他們做過那個綠屋頂 這些部分其實是我們自己工作中的一些 合作的一些對象 他們都非常的努力 希望把這些事情做好 所以我們才有些機會跟他們做合作 那你剛剛提到這些 就是其實現在有很多單位跟很多理上 其實都希望來做這個綠化環境這個工作 那基金會就是在幫助這些人 他們可以怎麼樣來設計這個場所 那怎麼樣綠化 那可以跟我們觀眾朋友介紹一下說 我們在生活上可以怎麼樣的來結合這個綠化的一些環境 或者是可以讓我們的周遭怎麼樣可以有點綠化的一些table呢 其實像我們剛剛看到你們的辦公室 室內其實也可以做綠化 很多人會認為說室內就不需要做綠化 室內其實也可以做一些綠化 它對整個環境也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它不管怎麼樣 綠化的最大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吸二氧化碳 把氧氣放出來 這個對整個環境就有很大的幫助 那有些植物它甚至於可以吸一些不良的一些氣 包括輻射 包括一些那個所謂的就是有毒 或者是有害身體的一些氣體 它可以做這些的功能 那這個部分包括前一陣子 有人說這個台北市的 整個台灣的那個空氣污染 那個PM2.5這個非常的非常的多 那事實上是對這個植物來講 它都可以有這些功能 可以吸收一些那個 那個揮發性物質 或者是污染物 它可以做這些功能 那它也可以把這個土壤 那個 因為我們前幾年曾經 跟市政府合作 做過很多的那個所謂植樹節的活動 在山坡地也做一些植樹的活動 那這個它也可以讓那個水土保持能夠做得更好 所以植物的功能是非常的多 那如果說是每個地方呢 它如果說像社區裡頭它如果想要做改善是景觀部分的話 可能是用景觀的角度 可是還是要兼顧到它的功能性 所以我們認為說任何一個地方它的特性是怎麼樣 我們可能要去做個觀察之後 了解之後 討論 然後才可以給它一些建議 然後怎麼樣去把它的環境做改善 做更好的改善 所以你剛剛提到說其實這個植物有非常多的特性 那它其實對人體也有一些幫助 那可以說是什麼樣的幫助 那包括這個療癒森林 為什麼會是療癒森林 那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其實它對於人有哪些樣的輔助或者是幫助 舉個例子講 像剛剛提到那個五感 五感的部分 有不同的植物 它其實你去觸摸它的 比如說它的樹幹 會有些粗糙有些比較光滑 會增進你對那個觸感的一些刺激 那有些植物它會散發出 像剛剛阿長有提到那個香味 比如說那個梭羅姆 它在四月份左右的時候 它是開發的 那個味道非常的濃郁 非常多的植物會過來 那個動物會過來 那可是事實上有些人當然會覺得 某些東西的那個味道它比較不能接受 可是大部分的人大概還都可以接受那個所謂的香味 那另外就是說 比如說有些東西是可以吃的 植物有些東西是可以吃 像剛剛提到那個種菜 為什麼很重要 就是因為種菜這件事情 它可以讓這個民眾都覺得有收成 有這個成就感 然後彼此之間會交流 像剛剛提到 這個東西蟲要怎麼樣處理 肥料要怎麼撕 這個就會有交流 交流之後對人際關係就會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有一些當然 比如說植物有些生物去發展出一些藥 這些東西也是植物 其實有非常多的藥是從植物體提煉出來 植物的那個功能其實是非常的多 這個部分其實 當然我們不是說所有的植物都有這樣的功能 可是盡量把那些有可能可以產生功能的植物 盡量引接到環境裡頭去這樣子 所以組長提到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比較療癒的作用 是因為在於 它可以幫助人與人之間有一個互動的關係 那包括它 你可能在養殖的過程中可以得到一些成就感 這對心靈上 或是沉浸下來都會有一些幫助 那未來院方會怎麼樣來推廣 甚至跟區公所這邊要怎麼樣來推廣 這個這樣子的活動呢 在區公所的部分 因為其實松德療癒森林這邊 真的就是大家一個很大的特色 我想是信義區獨特的 因為我們松德醫院也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醫院 那我想預防救於治療 怎麼樣可以讓現在忙碌的生活當中 大家可以得到一個紓壓 那透過圓醫治的方式呢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很方便 而且也很容易得到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四壽山呢 本身在信義區也是一個很容易攀爬的一個山 所以我們其實每年也都會跟慈惠堂辦登山的活動 這種種呢都希望大家的生活上面呢 可以紓壓獲得更健康 所以透過我們3月17號的活動 歡迎大家一起來 那大家就會發現說 踏入第一步沒有那麼困難 那就如同剛剛有提到的養風這件事情 我們信義區公所現在也跟社大在推廣 當然前提是你要喜歡 那我們希望透過活動的方式 讓大家慢慢的喜歡這些綠色的一個園藝 然後呢對於這個生活上面呢 也有一些紓壓的方式 然後呢讓大家喜歡之後 開始在社區裡面去做主步的推廣 像剛剛提到的我們除了富臺 還有這個會安之外 目前我也知道有很多的禮 譬如說像景蓮或者是新人 他們也陸續在找到空地之後 來做相關的一個園藝的工作 那陸陸續續如果說 就是慢慢的去傳播 大家覺得還不錯的話 我想社區呢就會處處充滿綠藝 那所以院房這邊會不會也提供了更多樣 更多樣的話的課程 然後來幫助這些病患來接近這個大自然 我們目前醫院方面 因為園藝活動或園藝治療 在我們院區發展的還算蠻成熟的 所以下一步的計畫可能會擺在 就是松油裡的就是類似一點 友善農耕的那種上課吧 所以現在呢我們已經跟信力社大連結 然後三月份就要開有關於友善農耕的課程 然後這個是免費的 那電腦的提供還有單槍什麼都是在我們的松德院區 那老師大概就是會利用一半的時間上課 然後一半呢就會到那個療育森林去實作 然後教大家怎麼更做這樣子 所以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給我們報名 先上課 一面上課一面學習怎麼種菜 剛剛說到療育森林有一個地區 是一個可以體驗感官的地區 那個也是一個課程嘛 就是可以讓大家來靜坐冥想 對 事實上那天我們在開幕的時候 後來有請那個精神科醫師啊 來教這個靜心喔 冥想的那個那個課程 對 好 所以謝謝三位來賓的分享 然後提供這麼多關於鐵園城市的資訊 那也層次希望醫療跟生態能夠結合 然後可以幫助更多的病友 然後透過輔助治療來達到效果 那未來也能多多結合社區 那推廣至民眾生活周遭 一起來透過正當的休閒娛樂 來維持身心的舒暢與健康喔 那節目到這邊 非常感謝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 頭家看台北 我們下次再會 您好 我們是內政部移民署 eGATE自動查驗通關系統 會給您方便與快速的通關體驗 第一步驟 請將護照放至個人資料頁面 個人資料頁面朝下 接著靠左三角對齊 至於護照讀取機上 完成感應後 假門打開 第二步驟 眼睛直視機器上方鏡頭 同時手指按壓機器 右下方指紋按壓機進行辨識 辨識成功及通關完成 It's easy I I I